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今天我們談談兩性的問題 男尊女輩大男人小女人時代 隨著兩性的平權意識抬頭 又要漸漸離開了 所以當然雖然年齡不同 現在新生代的想法 到底是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來探討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拿性別 來當作一個藉口 今天介紹我們的專家 首先介紹是 廖輝依女士 歡迎 大家好 小禎 嗨 大家好 許潔輝 輝哥 嗨 大家好 先問一個舉牌題好了 您覺得男組內 女組外 這個觀念可以的請舉圈 絕對不行的請舉差 來 請舉牌 我們的新住民 有五個是可以贊成的 那佩琪 妳覺得男生可以組內 我覺得可以 因為我的個性是 非常不喜歡坐駕駛 非常不喜歡 所以妳可以接受 她是在家裡的 我比較去外面的時候 我不敢說 我老公在家裡 我在上班的 我覺得這個是不好聽 但是 秘密的可以 很難 開頭的 現在荷蘭 他們有一個調查 就是說小孩子 如果從小都跟媽媽 媽媽帶出去也都是媽媽 所以那小孩子 在長大的性向上面 會怕長大就 這樣 這樣 比較容易 所以他們現在就鼓勵 就是說這些爸爸 可以申請這段時間 在家裡面帶小孩 Steven是投OK的 對 我是覺得 贊成票 贊成票 你可以在家裡當家庭主婦 對…因為我 在家裡更累耶 為什麼懶人 你為什麼覺得 是不是你絕對難 是待在家裡的 沒關係 沒關係 姐妹 兄弟姐妹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Steven先講你的理論 不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 很好的朋友 他叫何瑞圓 何瑞圓 他老婆在外面當教授 開公司很忙的 常常旅遊 然後他很多時間 就可以陪我們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可以像 往那個何瑞圓的那個方向來走 是非常好 因為他在家裡 過得舒舒服服的日子嘛 所以你也像是 可以啊 很嚮往 我想就像 往何瑞圓的方向來走 所以我這個 天天怕病 在那裡打電腦 跟被老外罵 被大路弄 然後我媽媽打電話說 你兒子你怎麼還沒有回去美國 然後很多事情 就覺得很煩 如果我可以像他那樣 多好 來 剛剛施施 你的觀念覺得說 這樣子就是男生是 男生是吃軟飯 軟趴趴 對啊 我覺得男生 都是要出去賺錢 就是他養老婆小孩 才會就是在外面才會有面子 才會有理直氣壯的 那男生在家做那個 我覺得很怪嗎 如果這個先生 他就是有能力不缺錢的 對 那你覺得他還在外面奮鬥嗎 OK啊 所以你觀念 他就不要 太太也跟他在家就好了 幹嘛出去外面奮鬥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很有錢讓你 你要買包對買包 要留就留 你不要管我工作啊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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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誰都可以啊 對啊 你叫整個內湖的那邊兵力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我們啦 這個 所以他有一種觀念是他 他剛剛講說 不管你多有錢 你還是要展現男人的能力 還是要出去做事 沒有 你就負擔家用就好了 負擔買包 所以你的問題是 是負擔家用就好了 錯 什麼錯了 不是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我朋友是住在泰國 對 他怎麼樣 他老婆 就是22歲的時候 就來台灣嘛 就開始工作 他懷孕了 然後他老公就飛過來 跟他結婚 是他高中同學 然後他們就一直走來 他老婆怎麼樣 能力很強 現在在泰國的一個 那個國際學校 當舞蹈老師 他老公真的是在家裡 孤兩個小孩 他還有一個傭人 住大別墅 多好游泳池在外面 三層樓 然後還有人租宵夜給他們吃 所以他先生過了很快的 他過得很舒服 比我還胖 他以前跟他還差不多 跟空腔一樣瘦 跟空腔那麼瘦 他還跟我一樣 然後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現在我覺得 I'm a man 因為我終於有肚子 對啊 你講的是對 對啊 男生男生帶家裡帶孩子 女生出去外面賺錢 男生舒舒服 舒舒服的帶孩子 沒關係嘛 對不對 沒有關係 而且 不會怕樓盤砍他fire跳嘛 不用怕 對啊 什麼 所以我就不明白 你為什麼反應那麼強烈 你下次回去 我就接受給你認識 看他們多幸福 對啊 那個男生出去應該沒什麼面子 他很有面子啊 而且他老婆 每一個 每一年還讓他出去偷吃四次 每一季有一季 是怎麼會算四次 是每個三月一號 每一季 沒有 每一季 春夏秋冬啦 夏秋冬給他一個 出去安裝的一個派 真的 他問我要不要去 一天啦 一天 我老婆沒有那麼 Steven講得快發火了 對啊 我真的是覺得我朋友 我們那個聚餐的時候啊 客廳放音樂 然後呢 抽雪茄 都是女生在那邊喝紅酒 抽雪茄 然後呢 就說 然後大家都從那個廚房探頭說 快好了啦 一回頭看 全部都男生在裡面 全部都男生 你那個什麼機會 好漂亮喔 全部都男生在裡面 有的男生不是不願意做 他不會做啊 去那邊愛手愛腳的 會做菜他自然就會下廚 對啊 都是男生在做菜 然後女生都在那邊 在那邊聽音樂喝紅酒抽雪茄 不是常 韓國人就比較保守 從小時候 就是爸爸媽媽一直說 男生一定要在外面 女生在家裡 男生雖然 外面沒有工作 還是在外面才對 所以 一切那個我媽媽的朋友 有些那個爸爸嘛 就是他們就沒有工作 可是還是那個 媽媽們給爸爸 妳用錢 妳出去外面 在外面過 就這樣 然後晚上回來 就跟日本人一樣喝酒 他喝酒其實是沒事 就表示喝酒有能力 說今天有應酬嘛 對 美國今天歐陽山 King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不過我是覺得 對男生是滿大的挑戰 就算是在美國 對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還有兩個工作男生 我覺得 不能做 一個是女書 一個是護士 你上台 護士 你搞不清楚 對 我跟你講現在有男生的護士 因為如果他是比較重症的 他需要那個比較力氣的 但是我覺得男護士有必要 因為像 如果像我們那種體重重風 怎麼... 上他 誰台 像你來台我 對啊 我的觀念啊 我講的是 如果我小孩有當這個 我知道他來我的旁邊 不是 我們每個人觀念不同嘛 對不對 在美國那麼先進 他對男護士也是一樣 你看到電影嗎 Mr.Gay Fuck 對啊 Gay Fuck 他也是當護士 他全部能抬頭看 你當男護士 美國都還會有這種情形 好 性別藉口是有道理 還是歪理呢 我們來看看好了 女人力量小 膽子小 班重打蟑螂是男人的事 來... 來 請舉 舉牌我看一下 有道理有歪理的 這個是有...你看 這個顯現前面的故事 David就是有道理的 你看他絕對是有道理的 對 絲絲也有道理 對 你們兩個是一國的 我覺得 絲絲來講一下 因為像那個蟑螂 我是會怕 一看到蟑螂會雞皮疙瘩這樣子 所以看到蟑螂 我就叫老公 如果老公不在 我就會出門多 這樣子 等到老公回來抓 到時候再進來這樣子 Kim呢 妳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一般一般 不過講到蟑螂這個事情 的確我是非常的怕 然後我非常感謝我先生 在台灣長大 因為他從小長大看到大蟑螂 他不怕 你們這邊也有那個 爬在... 是 視角 對 事實上那個叫壁虎 壁虎 可是我從小在美國 我只有看過這一類的 是 結果來到台灣看 又會爬牆 又會爬牆 好恐怖 不過他的樣子跟這個蟑螂太像 那不一樣 可是更加一些功夫 他看到這些都不會怕 我們在美國有一次隔壁敲門 跟我說 救命 我們房子有問題 我那個隔壁 她也是一個很強壯的婦女 她很怕老鼠 結果我們房子地下室有老鼠 她那邊有一定我這邊有 所以我們決定要放一個陷阱 就是一個什麼 陷阱 有一種叫做補屬器 補屬器 結果第二天早上 他在 可是那個很殘忍 因為他黏了前面兩個腳 黏上去 後面那樣 一直...一直這樣 只黏到前面兩腳 對啊 他黏住前面 可是一把他黏住 你也不敢處理他 對啊 就是啊 所以 老高 然後看他很可憐 還放飼料在前面 他幹嘛黏他 對啊 怎麼把他殺掉 那怎麼辦呢 後來做... 對啊,有個好漢給他 我先生當那個殺手 是你先生喔 對 所以這個事情 應該是... 很難的就沒辦法 你講的是有道理對不對 有一點道理 有道理 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因為你化妝人 化妝人 他說男人最有面子 你還記得嗎 沒有 愛面子 而且有一天喔 我老闆 我們去下班的時候 就是晚上的時候 老闆叫 我們下去吃晚飯 然後我跟老闆下去 說 今天我會晚一點 你們先吃啊 你們不要留給我啊 好,給老闆下去叫 我們坐一下 要開始吃飯 喔,打電話來 欸 家裡有事情 你馬上回來 說有什麼事情 家裡有飛飛的東西 飛飛 好,還沒有開始吃飯 我馬上離開 他們... 他給孩子 他們都在外面 老婆拿著掃包 孩子拿著 那個... 同一個水桶 我說 為什麼你們要在外面 他說 家裡有飛飛的東西啊 為什麼 你去看啊 你去看是對啦 我開門 開燈 然後慢慢地 開燈 開燈 客廳 沒有什麼啊 飛飛的東西啊 去煮飯 沒有什麼飛飛的東西 我去我的房間 也沒有啊 孩子的... 也沒有飛飛的東西 我說你們喔 你們說這樣騙我 讓我馬上拿 而且我還沒有吃 所以其實老闆 請吃飯他們吃到就回來了 不能少妹妹 對啊 然後我下去啊 我們在客廳 他們開始看電視 聊聊 大家都忘記有飛飛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住廚 我馬上去煮飯 裡面有泡麵 我馬上把它放入水 然後... 放入水 我等一下從廚房出來 他們... 它跑出來 我嚇一跳 然後放泡麵 他們跑出去外面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我們要跑出去 欸 突然... 這是飛飛的東西 我看到熊 東西有飛過來啊 他說... 小小的東西啊 這是... 這是小鳥 沒有翅膀 剛剛我們不到什麼飛... 什麼東西飛去你們家裡 小鳥 它在旁邊一直這樣 就... 受傷的小鳥飛到家裡了 跑不出去 就飛來飛去 他們會怕 它不會... 它不會飛 它飛... 掉下去... 掉下去 最後... 沒有 我覺得小鳥的小鳥 比較好笑 連蟑螂不會咬人啊 它在裡面怕什麼 不會咬人啊 然後小鳥也是不會咬人 裡面怕什麼 所以我建議 老婆 他再勇敢一點 這是對的 不是 我們比較關心說 那天晚上你到底吃什麼 花鳥吃 花鳥吃 小鳥烤了 小鳥是小鳥 對 小鳥烤了 他說小鳥烤了 所以他覺得女生要勇敢一點 不要... 老公如果在家有 碰到時間隊 他會幫你打仗 要沒事就幫你摳回來打仗 對啊 摳回來 所以他覺得是歪理的 對不對 好 Gina呢 我是四十幾公斤 老公就是 然後搬的東西 當然小小的我會搬 你這樣一講我們比較好奇是 老公如果壓上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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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有時候睡覺會翻身嗎 對 對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可以了 對 他就翻得動了 是 恐怖 這麼多話 我跟你講 你認為男人一定比女人力量大嗎 在現場就不一定 馬上做個實驗了 湘妮 我派湘妮跟孔鏘 來阿秋把看上去 好 現在是南非的代表 鳳莎 烏拉貴的代表 到底誰會贏呢 孔鏘加油 加油 來 哇塞 我要出多少力 你要出多少力 全力 對 還要讓呢 一百分出出來 一百分 一百分 對 沒問題 來 請問 我的手比較長 我怎麼會 要這樣 要這樣 他手真的比較大 好 預備 開始 謝謝 我的力量 恐怖的老婆 你以後不要再 拿這麼重的東西讓老公提了 對啊 對 你看 是想說女孩子沒有力氣 對啊 第一個 對啊 沒練 對 還有放裝這些 好 謝謝 所以不見得先生 比老婆更有力 孝妮 你應該在家裡 可以把一隻沙發拿起來 其實我在家裡 我滿喜歡版東版西 第一個 練身體 對啊 都是運動啊 對啊 運動啊 鄉妮最高的紀錄是 車子停不太進去 他就這樣 你知道嗎 不對 你是超人特工隊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樣了 男人幫女人洗貼身衣物 是很娘的行為 來 請 好 你看有四個人 我們重新整理過了 三位是覺得說沒有這麼說法 對 我們先來看佩琪 佩琪妳是覺得有道理 我是坐月子的時候不能噴水 那我內衣 我老公在幫我洗 然後我不知道 我就出來的時候看到她在洗 我就開始 因為又又一陣 所以那個情感 超誇張的我就開始說 不要再洗了 她說沒有啊 妳沒了啊 我要幫妳洗啊 我說不行 不行 不要噴 放著 放著 我去買新的 不要不要再 不要再幫我洗 還是丟洗衣機就好了 她說丟洗衣機 就三件不行 我後來開始哭 我跟著 拜託妳不要洗 那個畫面太噁心 為了我們的婚姻 拜託 不要洗 不要洗 不 太噁心了 不 內衣 內褲 男人不要去碰女生的去洗 很娘很娘 對我說是一個非常 有涼涼的嗎 涼涼的嗎 一個男生的畫面 妳老公拿妳的內褲在那邊 她也看到真的是這樣 對啊 表情吧 如果她洗得這樣 對 對 對 又搞不好是拿著 我覺得那個畫面是不好看 所以妳覺得有道理 很娘的行為 很娘 不要 自己洗自己的內褲 我又一次啊 老婆跟我說 那個衣服都丟到裡面洗 然後隔天我老婆去涼 我在睡覺的時候 已經知道起床了 還在睡 所以我想不幹 怎麼那麼大聲 怕什麼 我去怎麼了 拿出來 這個不能這樣子洗 我說還要怎麼樣洗 這個要熟洗 我說你沒有這樣 蛤 如果我熟洗妳會用熟洗的 我不可 記洗的 所以男人洗丁字符 不要理到 像Steven那麼長龐大的 哪個丁字符在那裡 不是 沒有 沒有 不是練習 沒關係 講講 當口罩都遮不住了 的確是滿娘的 Gina呢 我也覺得那個很娘的欣慰 因為那個 我覺得那個趙老公洗 那個她的內褲也是 我覺得那個不瞭解 因為女生內褲 可能就是碰到有些 就是摸到有些就是 可能就是那個 分明物 對啊 那種的東西啊 那就是給老公 或者是男朋友看那個 我覺得很美面子 那男生也有分明物啊 對啊 我不要洗她的 她的東西她要自己洗 蛤 對啊 那我們洗一洗掉 或者是 太敏感了 太保守了吧 你已經結婚幼小孩了 那是妳的啊 我被搬了 婚幼小孩妳的 那是個老公啊 可是可能他大便 然後就是洗不乾淨 然後他又大便 你兩朋友 我不想看那個 那你就盡量買黑的嘛 對啊 你買白的一定會有條黃的 對不對 要買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要買咖啡色的 沒有咖啡色的 永遠不會髒 對啊 所以你不會幫你先生洗內褲啊 那我們都要到洗衣集裡面 不會用手洗就等 所以你也不能接受 那是很娘的洗衣集 孔鏘呢 你已經很娘了 不用 剛剛就握手把都輸了 你愛的老婆 你一定要幫她洗內褲 你看到沒有 對啊 對啊 我也平常幫她洗衣服 衣服 衣服 衣服很貴 很貴的東西 所以你是為了節儉 所以你知道嗎 對啊 很貴的東西啊 這是我自己只要拿 要用手洗一洗 洗完 有的時候他洗一洗完以後 然後把一個... 你不會把布拉當作完洗嗎 不會要洗乾淨 洗完以後 然後把它用塑膠袋拋起來 加到洗衣機 這樣它不會弄壞 很有管理 對啊 這樣不會弄壞 因為它是很貴的東西 布拉也不會多髒啊 頂多就是一點汗水而已 汗味而已 對啊 但是它平常抓到裡面 很貴的東西會壞掉 它這錢也是我敷的 所以孔鏘滿家庭主婦的 對啊 又能提米 又能燒飯 又能打蟑螂 又能抓鳥 對 什麼都可以 絲絲舉的是歪理 對 我覺得因為老婆穿 就是性感內衣內褲 都是穿給老公看的 如果老公搬老婆洗 我覺得是就是洗那種 就是疼愛老婆的一種表現 所以妳會讓她洗 我會讓她洗 我覺得這不是很癢 這是 很疼愛老婆的表現 對 對啊 那妳自己不洗嗎 我會洗 可是有時候老公也會幫忙洗這樣子 對 對啊 那妳覺得妳老公的媽媽 就是妳的婆婆會 不能看到 對不對 絕對不行 絕對不行 我覺得阿輝是做得到的 不然人家怎麼會暗電你說 你是Gay嗎 對 對啊 你的婚姻不就這樣來了 對啊 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三樣的 男人買衛生棉 女人買保險套 都是...都很丟臉 你覺得是很...有道理的 請有道理 或是歪理的請舉 是歪理的 是歪理的有兩位 有道理的六票就對了 菁娜 來 先談談妳 在韓國 在台灣不知道 可是在韓國 如果我看到有女孩子買那個 自己買保險套的話 我心裡想覺得 她 就是有一點 我在韓國真的 就是沒辦法想一想 女孩子去買那個保險套 在台灣的話 勞工也是 勞工就是幫我買那個衛生棉 她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她不要幫我買 自己去買 可是我們一起去大賣場的時候 她會就是幫我很耐心 就調一調 就是我要調的時候她說 這個打折 這個買一送一送 她就是建議就是比較便宜的 最便宜的 因為 男人去買衛生棉OK 那有什麼不對 就是幫老婆扶 對 只是說女人買保險套 對啊 就覺得說妳可能 是在做這個魔劍套 還是或是怎麼樣 會比較不好意思 那Kim呢 我覺得男人買了衛生棉 有一點是在為難他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這種東西 因為它有好幾種 只有女人會懂的 那你教你先生去買 有一點就是他排隊 去付帳的時候 旁邊的人會 覺得你是不是變態 或者說他假設要問問題 比如說 這是蘆葦的香味 我是要玫瑰 她很奇怪啊 那保險套這種東西 應該說結婚前我會很怕 很怕去 我從來沒有買 對啊 就很怕說買得過度 萬一遇到朋友 Kina妳好 這就算了 而且他也通常說 因為的尺寸更尷尬 對啊 最重要 最重要他還買顆粒的 不是 可是我應該說 感謝我老公 他把我的觀念改變 因為他說 我們現在結婚了 結婚是有結婚證 結婚證書就是像個執照 對不對 還要拿結婚證 妳怕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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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資格去買 可是這個也牽涉到 我老公也是小氣鬼 所以我第一次很勇敢的買 一檔 十二個 那不會過期啊 就是啊 帶回家又掌灰塵了 又掌灰塵 又掌灰塵 沒有用到 那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我是 雖然有結婚證書 我有資格去買 可是萬一我在台北買 就問題很大 因為我去 我參加這個節目 有些人認得我 對… 妳是這個問題 所以喔 就是妳 幹嘛 妳幹嘛要再買 妳又說 老公最近回來 我們趕進度 就買多一點 所以她非常辛苦 詩詩 我覺得女生買保險套 就是 比如說 妳就看到好像這個女生 是怎樣 像我們家樓下7月就有賣 可是我從來沒有買過 然後有一次我跟老公去吃麵 晚上 然後就有走來路上就有藥局 然後我老公就說 妳進去買啊 進去買 我就馬上可以用這樣 我說 妳進去買啦 妳是男生這樣 後來就進去 進去了很久 妳們兩個夫婦進去就好了嗎 一起進去就好了 妳們還推來推去 兩個牽手… 老婆 妳跳好沒 有跳 人家不是不會喜歡嗎 妳們為什麼推來推去 個別很剛剛 妳騎的 不好意思 兩夫婦進去不會不好意思嗎 不會啊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我老公說 叫我進去我就說 她推我 我當然說要推她 我就說妳進去啊 後來她進去 晃了很久 然後叫我進去 我也進去晃 因為剛好那家藥局 是有認識的 會不會是妳誤會她 講得沒錯啊 妳趕快去買 我現在晚上就可以用了 菜喳卡得很痛啊 妳誤會她了吧 哪有 講好那個的啦 她買牙線之後那裡 拿好牙線之後那裡 就叫我進去 我想說 晚上也是想要用看看 我就進去了 進去我晃 我一直晃晃想說 我真的是沒有勇氣去拿那個 後來 有看到嗎 有看到 後來我就拿了一罐奶粉去放 對啊 不是 不是這樣來啦 那妳為什麼不把奶粉 把它弄起來 把它塞到裡面去 對啦 沒有 我真的想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拿那個去放的那個櫃台 我真的是沒辦法 妳們是買保險套 妳們不是去買毒品好不好 對 那天怎麼辦呢 妳們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買成 沒有買成 就沒有買成喔 沒有買成 奇怪 夫婦都已經在現場了 不是 太辛苦了吧 那珮琪 我是覺得女生去買不好 就是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要去買很困難 因為不會講國語 所以我進去那個店裡 我就問那個服務生 那很勇敢就進去問說 然後她就一直轉 我不知道她轉不懂還是什麼 她就跟我講她聽不懂 然後她直接在前 因為前面就有一個Microphone 她就問後面的說 因為後面的在裡面 妳知道他們 裡面有一個房間 她說 誰誰誰 妳知道雙琪是什麼東西嗎 我就看到她 那聽到這個廣播的時候 妳就殺了 妳就站在那邊 妳就看到她 我不知道旁邊的人 旁邊的人轉說 這個小姐要Condom Condom是什麼東西啊 她就問這樣子 然後她就跑出來幫忙 她說對不起 新來的 我就看到她 我就殺了 我就轉著 我說That's OK 我就走... 妳應該就講說 那我要買康貝特 不是 我就殺了 我就站在那邊 太尷尬 因為全部就轉著看到我 又一個年輕女孩子 要幹嘛跟Condom 我說我要吹什麼 我不知道 我就走... 走出去我就沒有去買 那是最後一次 請去買東西 買Condom的時候 後來我跟我老公講說 這是妳的責任 我不可能去買 她現在講說 我中文好可以去買 我說 不是 我知道在哪裡 但是結帳 妳還是要自己去結帳 我不要 而且妳現在有... 妳們都有知名度了 對 不行 因為她就看到妳說 妳用這一牌子 不好意思 什麼不好用 有沒有物理 Oh my God 有沒有香味 那香妮呢 我覺得保險都是一種 經濟用品 所以說女孩子也夠一起買 但是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買的時候 我買回來 因為很多嘛 不是嗎 就是我不知道是要哪一口 我想說隨便拿都OK 結果我買回來的時候 那一定我老公愛叫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她把他反過來帶著 不是啊 尺寸太小了 蠻小的啊 但是到底脖子變又大 我蠻小尺寸嘛 但是因為我不曉得 因為台灣都是有份尺寸的 在我們那邊的話 都是大的嘛 什麼意思啊 對啊 所以說 對 我們是同一國 所以說我真的不曉得 台灣要買的時候 要有份尺寸 我都是都去拿 買回來而已 但是我想說都OK啦 沒有那個問題 但是我老公那一定很難過 對啊 但是我都是幫我老公 叫我老公幫我去買 買衛生棉 結果她說 她真的不去 我姐夫婦給她 大概有20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她那麼認真 給我講說 妳的爸爸在哪裡 因為我的皮包好幾個 結果她幹嘛你知道嗎 跑去樓上跑去跑 我的爸爸每一個每一個 一起找 她在找什麼 衛生棉 幫我找衛生棉 很高興喔 那一定很認真 20年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她 結果為了幫 不敢幫我去買衛生棉 她一直幫我找 在家裡幫我找衛生棉 就是不去買 就是不去買 不去啊 覺得男人有這種迷思 要空鏘呢 我覺得 她是沒事逛超市都會買衛生棉 對 我覺得男生去買保險套是對 但是我的太太她不讓我去買 妳覺得男人去買保險套 對啊 但是她不讓我去買 她每次是她弟弟去幫我去買 幫衛生棉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說我去買的時候 她 對啊 妳去買保險套 對啊 外面要 她平常去買 所以妳老婆是擔心 不是用在她身上就對了 對 好像不行 可是妳買以後去哪裡 妳買以後去哪裡 所以我沒有去買 她平常去自己買 這樣可以管控嗎 妳覺得她買保險套 妳不能買 這樣可以管制嗎 沒有啊 可是有的會數啊 一個人多數有多數 拜託 在一邊買一包還沒去買 就好了 但是我會買那個衛生棉 我會幫她買衛生棉 沒有問題對不對 沒有問題啊 這我們相信妳是做得到的 但是我買回來以後 這小錢了 妳還跟她去講 沒有 她說要這樣 我讓我知道她每個月的問題 她每次付給我錢 叫我每個月 妳去算啊 可是我說真的 在那種就是賣衛生棉的地方 如果看到一個男生 然後再幫挑選衛生棉 很仔細挑選 然後我會覺得這男生很帥耶 對啊 真的嗎 對耶 孔鏘長這樣帥嗎 對啊 那表情感覺就怪怪的 有某一些啦 對 孔鏘在那邊挑衛生棉 對 人家報警了吧 拍照 然後一門回去給老婆 對不對 Demmy 衛生棉是比較沒問題 可是最主要是那個保險套 對 絕對是不可能 為什麼 拿去 好像女生拿去買的時候 如果好笑的時候 我買了 這幹嘛 男生 如果男生自己去買 保證跟你講你去看 他拿五六個飲料 因為我看過了 五六個飲料 然後保險套先放前面 趕快刷趕快塞 你看到我買了是不是 男生自己會尷尬 你買的時候都這樣是不是 我自己如果買的時候 就會這樣 因為五六個飲料 可是保險套是不會放在那邊 我會馬上放前面刷就進去 不給人家看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感覺說 會有一點尷尬 有一點尷尬 毛毛的 會啦 女生買一定會更尷尬 對 因為女生做這樣事情已經很害羞 又放在前面搭啦啦的 我覺得店員不會怎麼樣 店員看時光見慣 太多了 是旁邊排隊的人 對 我連買驗運棒我都覺得尷尬 沒有 如果我生眠的時候 我老婆 因為她KIM講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尺寸 我完全不知道 可是我有買過 怎麼寫 我知道她寫什麼牌子 哪一種顏色 因為它有分橘色 綠色哪一種 口味 有顏色 不是口味啊 有生美嗎 有生美嗎 有果味嗎 有點的 苦苦的 有上味吧 然後我就去 那邊的服務生 就跟她說我要這個 我直接給她看 看了以後她說這個 我就丟那邊說結帳 不過沒關係 這個還是性別的迷事 我們今天打破性別的迷事 證明女人是可以買保險套的 男人可以買為什麼 我們就派出兩位好了 來 來 走一走一走一 一個是派出非常害羞的絲絲 這麼親愛好丟臉喔 我剛剛說逛半天買了一罐奶粉 先生也不敢買 來,請到這裡來 來,孔鏘 來 其實我覺得派孔鏘是不對 應該派David David 對啊 孔鏘一定可以買的 對 多愛面子的 對啊 孔鏘OK 孔鏘有買過為什麼 可以啊 可以買 你買過嗎 有買過啊 買過嘛 對 你沒有買過 我沒有買過 沒有買過 那今天就是你買保險套 好 你去買衛生棉 好 好不好,我們在那邊等你 好 我們拍兩部機器跟著你們拍 好不好 那老師要不要指定 他要買哪一個衛生棉 不然亂買就知道了 不是,你怎麼問廖老師呢 老師已經很久 環保 老實在有幸生活了 這是 這誰家的小孩都沒有管教一下 你管教一下 你看看 老師說重話 對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啦 沒有使用過經驗對不對 好,那老師說 我跟你講有時候 現在年輕人就是說 晚上睡覺的時候 要比較厚一點 比較長一點 買個夜安棉看看 夜安棉 你知道嗎 厚一點,長一點 這是你的任務囉 對 那他是買大號、小號、中號的 那個我不知道 你叫他買 掌聲歡迎收看 來 謝謝 瓜哥 屁不平啊 屁不平啊 瓜哥跟我做的任務好難哦 叫我去買保險套 你丟臉耶 我想到了耶 他這樣幹嘛 要這樣幹嘛 他去吃什麼瓜哥 他去吃什麼瓜哥 接獲瓜哥的命令 他們準備出發 買保險套跟衛生棉囉 我跑狗啊 跟腳腕那麼多啊 我先去買飲料 買飲料咧 你當然是去郊遊啊 真的好緊張喔 不用緊張啦 該緊張的是店裡的客人吧 看你這身裝扮 還以為是哪裡來的 受爆婦女咧 你還真悠閒耶 瓜哥是叫你出來逛大街嗎 你還真悠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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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真悠閒耶 那個的話在門後門旁邊 那邊後面門後面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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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說了沒錯吧 客人看到你這身裝扮 都自動閃開啦 你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趕快找找你要的保險套吧 我給他把它賴給中東人 你看看 戴著太陽眼鏡當然看不清楚啦 直接問老闆比這塊啦 你找老闆 老闆你站好嗎 那我帶你過去看 好 對 你帶他過去看 那我特訊的需求 想外面有螺旋狀的 還是有火球的味道 有螺旋狀的 還有味道的 對 人家醫生自己亂笑 這間螺旋狀的話 做賣得還不錯 最好的 最好的話一般來講 在台灣的話 不是超火箭比較有的 不知道 對 對 快速塞進去 請 我終於買成功了 我 可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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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還在這裡 我已經買好了 我覺得他沒有排過 要放飯 放飯 趕快去買啦 瓜哥在等你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老闆 我衛生棉帶哪裡 你打不招 好 等一下 我們不能去找 先帶他去找 這裡面 天啊 不過是一包衛生棉 有沒有藏得這麼隱密嗎 小姐 你現在走的這條密道 是要帶我們去拆機 怎麼這麼大的墊 這邊是 上面是比較好的 但是有芳香除臭的 比較好的 Dependent 是不是比較好 對 看得跟真的一樣 你是在挑水果啊 這個怎麼會有 這樣拋得很好看 怪他好不好看 又不是在挑禮物 我要 大的 比較大的 然後又安全 我沒有看到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對啊 它安全 這個是很大 三十方中 那是副理片嗎 這個是很大嗎 對 好,OK 三十方中算最大的 也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好,OK 有沒有... 你確定要這一種嗎 這個是孕婦用的哦 沒關係 因為那是我要的更... 很大的 是身材用的 很大的 對,又安全 我要這個 還有沒有別的 獅獅已經回來了 來,獅獅 獅獅,你買回來了 對,送給瓜哥用 你為什麼打扮成這樣 你是把這個陷害給中東人嗎 你這樣去不是很奇怪嗎 不會啊 我這樣打開去 我才奇怪 我以後沒辦法出去見人 你現在遮住 怕出去不能見人 可是你現在是在媒體上播出 對啊 你又不准穿這個衣服 對 你買回來啦 我們來檢查買的對不對 他有介紹你看了很多對不對 對 你會不會覺得很好奇 我覺得 你為什麼不一次買多一點 買這一盒 他一說有草莓口 我想說 對 對 那個是情趣的吧 沒有 有一種是可以融化的 你問這問題不要一直看著我 好不好 他要跟妳來求助 對啊 不是,我不曉得 有一種是那種情趣商品 可以融化的嗎 對啊 我剛剛聽不懂 什麼叫螺旋狀 那香妮剛才解釋 什麼螺旋狀 為什麼要問我 因為妳說妳要告訴我 什麼叫螺旋狀 有一種就是有的是香的 有的貴吃 有的等於 這個是保險套對不對 大半邊還有東西 好像一個輪胎嘛 反正有很多 所以妳這個是 妳這是買什麼呢 薄的嘛 好像是薄的 她不是買螺旋狀的 薄型的 所以這樣 剛剛進去買的感覺是怎麼樣 真的很不好意思 而且那個醫生 那個什麼介紹那個是男生 我真的快 如果是女生呢 女生也是有一點尷尬 可是沒有比那個男生那樣子 所以還是女生來介紹 會比較好一點 對 恭喜妳完成任務了 走出第一步了 妳剛剛不是跟孔陽儀出去買的嗎 怎麼會指妳一個人回來 她還在那邊晃得快到了 妳看買東西都不認真 難怪她老婆買晚飯 還買到十二點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等她 怎麼辦 結束 結束 結束是嗎 好,謝謝 我們掌聲再鼓勵謝謝 謝謝 來,謝謝三位參加 謝謝 謝謝 今天考試了 謝謝 謝謝 我回來了 你回來了嗎 對 你怎麼跑那麼久 今天又逛逛 你回來了 可是我們明月經結束了 對啊 我們大家都結束 你這樣跑回來 要給你 不是 你給他做什麼 他真的還可以 這個我就沒有辦法 檢查對或錯啦 你買得不錯啊 買大的 大的 就算那個吸的 量要很大的 對 對,以後買東西要準時一點 他合不合格啊 你剛剛買什麼 那個什麼 要什麼 厚一點的 這個產露墊耶 真的是產露墊耶 產露墊不是 這個人家生小孩那個 那個產露在用的 它是鋪在那個床上的 我是買衛生棉 你買那個產露墊 不是,它是產露墊 但是可以,它就是比較炭 對啊,比較炭 可是一般不要用到這種東西 它不是收大的 它有安全啊 所以 衛生棉,你買這麼大的 看嗎 我都一樣 我不瞭解空間 這個是最好啊 那邊他假如說 這個不是衛生棉對不對 不是啊 這個就是年代床 可是產露它會有二露嘛 二露 然後不會很多 所以是比較大一點的 你看 買衛生棉 難怪你也不能交代被交代 你還在那邊買衛生棉 又被罵 你還說你幫你老婆買過 有啊 那你怎麼買這個 對啊,你怎麼買這個 他說那個比較好啊 又可以很大 又安全啊 因為老師說要吸水要喝又要大 對 好啦,謝謝啦,謝謝各位啦 謝謝孔雁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 拜託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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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